今天下午高雄的侍奉训练学校 他们是开学毕业典礼 他们现在是第二届 我们已经第十四届了 所以刚开始总是很艰难 所以我们要去给他打气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叫做成功的人生 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的人生是成功的吗 你觉得你的人生是成功的请举手一下 我们当中有人住在成功的应该举手一下吗 比昨天多一点 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生 所以你的人生只准成功 不许失败 跟你旁边讲说 你的人生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我奉耶稣的名 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可以很没有遗憾的说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一个成功的人生 但是当然基督徒成不成功 不是你说了算 谁说了才算呢 上帝说了才算 所以刚刚有一些人 你觉得你人生是成功的 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 你要重新检视一下 可能你以为你人生是成功的 其实你在上帝的眼中 你不一定是成功的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刚刚没有举手的 可能你觉得你的人生实在是非常频繁 但是呢 有可能听了这个信息 你会知道 原来你正在成功的人生的道路上面 好不好跟你旁边祝福一下 祝福你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好那么什么样的成功 才是一个神眼中的成功呢 那么我们就从圣经来看 圣经有一个人物 上帝特别说 他是和神心意的人 就是谁 大魏王 对不对 我们要从大魏身上来看 什么样的人生 是成功的人生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节经文 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见 到底圣经怎么样评价 大魏这个人呢 好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新传 十三章三十六节 一备 请 大魏按神的旨意 服侍了他 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我们今天只讲一节经文 所以我们再多读一次 大魏按神的旨意 服侍了他 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好我称这一句话 可以是刻在大魏的墓碑上面 弟兄姊妹我们在小组里面 我有一个题目给你们去 去这个思想一下 就是如果有一天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希望你的墓碑上 刻什么呢 弟兄姊妹你们要不要先讲好啊 真的先讲好嘛 对不对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你不会死的 跟你旁边讲说你一定会死 来跟他讲一下 所以你一定要有墓碑 所以要不要你回去想一想 小组可以讨论一下 小组可以讨论一下 免得我们等你死了都不知道给你刻什么字 很多人的墓碑都是很熟的 什么天国再见 什么信耶稣得永生 这个是老生常谈 好我跟我太太说还有跟你们说 当我死的那一天 我的墓碑要磕这句话 当然不要磕大卫 因为我不是大卫 就是对天佑按神的旨意 服侍了他那一事的人就睡了 好圣经既然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然后又给他一个概观论定 就是用这句话来评价大卫 我想这个应该就是 你衡量你的人生成不成功 很重要的一句话 盼望我们这个没有版权 你们也可以李建民也可以写 没关系 建民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 那一事的人就睡了 你也可以用这句也没有问题 好所以今天我要从这一节经文 使徒行传13章36节 这个大卫的墓碑上要刻下来的这个字 我们来看什么样的人生 是成功的人生呢 有四个点 第一个这里面提到说 大卫按神的旨意怎么样 服侍了他那一事的人就睡了 所以第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人生呢 就是一个服侍的人生 我觉得蛮特别的 大卫他的身份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什么 王 所以一个君王 按照道理 圣经应该对他的评价 是评价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 他这个国家其实大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 我们一想到君王 想到的是被服侍的人生 君王的旁边多少人在伺候他 这个所罗门就不是一个成功的君王了 圣经记载他就是后宫三千加厉 就是很多的人在服侍他 按照道理 我们今天我们认为的成功是多少人服侍我们 我们赚到多少东西 我们拥有多少东西 我们认为这个是成功的人生 这个不就是今天人追求的吗 所以今天你看到每一年都要什么富比市评论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多少 哪些人一百前面一百名 每次要这个华人当中最有钱的人是哪些人 台湾最有钱的人是哪些人 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最近看到一篇报导台湾排第五名 你们知道吗 原来我们这么有钱 就台湾人全世界平均的最有钱 就是第五名 我们都是看这个 我们认为这个才叫成功 但是弟兄姊妹 成功的人生 不是看你得到多少 赚了多少 被多少人服侍 而是什么 给出去多少 服侍多少 跟你旁边有说 服侍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人生 服侍的人生 我们不要看大卫 大卫只不过是以色列的一个王 我们今天看万王之王是谁 就是耶稣 你看耶稣圣经也说 他来了不是要被人服侍 乃是要什么 服侍人 他服侍到一个地步 为我们什么 舍命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圣经里面 讲这一位万王之王 他的成功也在于他服侍人 弟兄姊妹 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的 这个今天耶稣呢 耶稣真的是彻底的无产阶级 圣经里面讲要说 福里有洞 天宫的飞鸟有窝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你看耶稣 他决然一生 这一位万王之王 耶稣呢 你看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 他做什么进去 驢子按照道理 君王应该做什么进去呢 马 骏马进去 什么样的人生 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 服侍的人生 跟你们还没想到说 服侍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人生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价值观要非常正确 我们要效法大卫王 也效法耶稣这一位万王之王 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 七十四节七十五节 预备 请 我常常说 圣经里面常常把两件事情 是扣在一起的 一个就是得救 一个就是侍奉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被救出来以后 感谢主我们被从那个撒旦的国度救出来以后 就可以什么 服侍他 服侍多久 终身在他面前 服侍他 用圣洁公义 所以弟兄姊妹 只要你是基督徒 你就不应该没有服侍上帝 弟兄姊妹 我真的很盼望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能够服侍上帝 最成功的人生 是服侍的人生 最成功的教会 不是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做礼拜 而是有多少人服侍 弟兄姊妹这是我心中的渴望 我渴望看到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能够服侍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要朝向成功的人生 你现在还没有服侍的 请你一定要投入服侍 请问你在教会里面 有服侍的举手 有一半的人没有举手 弟兄姊妹 你好不好 从最简单的开始 可不可以担任招待 可以吗 担任招待有什么条件 要长得很漂亮吗 没有啦 我们大部分的招待 也不怎么漂亮 对不起 今天很漂亮 可以吗 从收奉献开始 收奉献要不要长得很漂亮 人家就会多奉献一点 不会嘛 所以跟你旁边讲说 你绝对可以服侍上帝 跟他讲一下 真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信耶稣的目的 也是今生你给我钱 给我名 给我健康的身体 给我丈夫 给我孩子 给我妻子 我们跟没有信的人 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样 或者你信耶稣的目的 只是为了上天堂 那么你就跟其他的宗教 没什么两样 弟兄姊妹 我常常在受洗的讲时候 我问那些要受洗的人说 你这个我们当中 有人还没受洗啊 对不对 袖珍后面那个还没受洗嘛 对不对 我们听过你的见证 小太阳的见证 你还没受洗嘛 对不对 你受洗了吗 小时候受了 你可能你要再受洗一次嘛 对不对 这个我常常问受洗人说 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为了上天堂吗 有的人会不小心说是 我说如果是的话 等一下我帮你受洗会帮你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坑嘛 我们是进水里 如果你信耶稣的目的只是上天堂 我就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直接上天堂 直接上天堂非常好 一贯作业 感谢主 不是啦 把你拉起来的原因 就是要终生在他面前 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 所以弟兄妹 最成功的人生 第一个是服侍的人生 弟兄妹我也要告诉你 如果你的人生成功的目的是要拥有更多 你绝对不会快乐 你绝对不会满足 这个弟兄妹 服侍的人生是最满足的人生 服侍的人生才是最蒙福的人生 我们来看几处神的应许 来我们一起读一杯 请 以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 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这个是上帝给侍奉他的人的应许 好 还有再来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 多做祖宫 为什么呢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的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人生是服侍的人生 上帝就开始祝福给你 我想说服侍的人生最蒙福 服侍的人生最蒙福 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 今天如果你要你希望将来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能够说我的人生是成功的 第一个你一定要改变你的价值观 不是整天都在追逐那些拥有什么 你想要有车想要有房 想要这个当然神祝福是会加给你的 但是那个不应该是你的目标 我常常讲说圣经是说这些福会追随你 所以它是在后面的 当你好好爱上帝 这些福就会临到你的身上 我的身上你们就可以看到 我觉得我非常的蒙福 那些世界上有的 其实我们也都能够拥有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只拥有很多 有房子有车子 有好的工作好的名声 很有钱存款很多 但是你却没有服侍的人生 那么你的人生不算成功 好第二个呢 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经文 大卫按神的旨意 服侍了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成功的人生除了是服侍的人生 但是还有一个讲究是什么呢 请问大卫是服侍谁 服侍的那一个世代的人就睡了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可能你听了说服侍的人生 你会觉得那我算蛮成功的 特别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妈妈 可能你从结婚那一天开始 其实你的人生都是在服侍人 服侍丈夫 服侍你的孩子 现在可能又要开始服侍孙子 所以你觉得我的人生算成功了 因为我服侍了我的家人 但是大卫不是说按神的旨意 服侍了他那一家的人就睡了 不是哦 而是服侍了什么 他那一世的人 所以成功的人生 是你要不只是服侍你自己 也不只是服侍你的家 不再做只顾自己 只顾自己的家 甚至只顾自己的教会的基督徒 而是渴望看见神在全世界都做奇妙的工作 成功的人生 你不能只顾自己 甚至也不能只顾你的家 甚至你也不能只顾我们五股礼拜堂 我们要做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 跟你旁边说你要做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 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 就是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拥抱全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 其实你们在五股礼拜堂是很有福气的 因为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虽然是在一个偏乡 五股真的是一个偏乡 但是呢 神让我们看见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教会 阿们 所以 感谢主 你在五股礼拜堂 我们常常提到 神的心意就是 你们要去使什么 万民 所以你是世界级的门徒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什么 万民听 都是世界级的 你们从耶路撒冷 赦罪的道直传到哪里 万邦 这个耶稣 这个升天前最后一句话 就说你们要传福音到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我们教会强调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叫做四个领域同时进行 我们的意思说 上帝不是要我们 先在耶路撒冷 传完了再到犹太全地 再到撒玛利亚 再到地底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台湾永远没有机会 听到福音 而是我们要四个领域同时进行 我们同时要好好在五股这个地方传福音 但是我们同时要顾整个台湾 为什么下午这个高雄 其实高雄的教会成长对我们五股礼拜堂没有什么益处 但是呢 神要我们同时顾整个台湾 同时顾中国大陆 也同时顾那些跨文化的地方 这个地级 这个叫做四个领域同时进行 这个是神的心意 我们要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 你们可能觉得哎呀我们这么渺小 怎么可能呢 感谢主 弟兄姊妹 你已经在世界级的这个基督徒上面有份了 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当你看这个我们教会的时候 你不能只看这个教会 你要看同时看四个领域 这个每一次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 你不能只数算神在五股礼拜堂的恩典 你要看四个领域 那每一次当你看到牧师做的 其实我现在大部分 我有将近一半的时间不在我们教会 感谢主 所有我们做世界级的工作 四个领域的工作 你都有份 这是我们的恩典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正在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最近就是想要在台湾 特别我就考上台大经研所 但是我在大学三年级信耶稣 信耶稣以后我们就非常火热传福音 那个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 我们台大经济大概130个学生 大概有一半的人 我都跟他传过福音 带他去教会 那么就在要毕业的那一年 我们班上发生两件事情 有一个同学我跟他很要好 我们大学宿舍住对面 有一次我圣诞节就带他去团契 听步道会 之后我就常常跟他聊天 我就说怎么样 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啊 他就跟我讲说 天佑我觉得冥冥之中应该有一位神 我不排斥信仰 但是信仰现在不是我人生最关心的 我现在人生我就想我赶快毕业 当完兵我就要出国留学 回来闯一番事业 他就跟我讲 天佑这样好了 40岁我就跟你去教会 信仰当然不能勉强的 所以我没有再多说什么 没想到半年后呢 我们班上去毕业旅行 我忘了我什么原因没有去参加 回来就出事了 报纸都登出来 就他们坐火车回来的时候 这个经过平交道 以前还有这个路地面的平交道 结果一个连接车卡在平交道上面 这个火车刹车来不及撞过去 整个弹回来 他旁边那两个同学都没事 他五脏碎掉 送到台大医院 没有多久就过世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杨洁堂牧师 我们两个人都刚刚信耶稣很火热 我们还去太平间 跪在那里为他死里复活祷告 我们问那个吕戴豪牧师说 可不可以帮他死里复活祷告 那个吕戴豪就说诶试看 我那个时候但是那个事情很刺激我 我就想这一个人 他如果知道他半年以后会离开这个世界 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他应该最关心什么问题 之后要去 就是到底我们人从哪里来 我们要往哪里去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好像有一个问题比经济学更重要 就是人的永恒的归宿的问题 这个是六月份 七月份我们班上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跟我也很要好 他跟我一起考上台大经研所 结果去游泳淹死了 所以那一年我们班上死掉两个同学 这个都让我很大的刺激 所以我就决定 不读经济学了 我就成为牧师 当然弟兄姊妹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跟我一样 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是同样的 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大使命 我们能够服侍这个世界上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把福音传给他 这个来帮我读一下 不管人们看起来多么满足成功 若没有耶稣 他们是毫无指望 且迈向与神永远的隔离 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 跟你旁边说 每个人都需要耶稣 每个人都需要耶稣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可能你看到你周围的人 都觉得他比你成功嘛 是吗 比你钱多 又比你有学问 有学历 这个这个 家里的孩子都比你优秀 不不不 弟兄姊妹 这个跟你旁边讲说 你有耶稣已经成功一半了 来跟他讲一下 你有耶稣成功 真的弟兄姊妹 你很有福气 其实你有耶稣 你就比别人都成功一半了 那一些人就算多么 看起来成功 但是呢 如果他没有耶稣 他就在永恒里面 是没有指望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第一个 你要活在大使命当中 第二个 你要活在上帝 为你量身定做的使命当中 我们读一下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 请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这里面提到说 万有都是为谁被造的 为耶稣 为耶稣被造 请问这个万有包不包夸你 跟你朋友讲说 你是为耶稣被造的 来跟他讲一下 你是为耶稣被造的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造你 每一个人都是为上帝被创造 所以上帝创造你 对你的生命一定有一个计划 所以标根人生里面也这样说 你可能想知道 神在我的工作 婚姻上的旨意是什么 我应在哪里居住或上学 这些都是生命中次要的问题 无论你住在哪里 在哪里工作与谁结婚 最重要的是完成 神在你生命中的永恒计划 那些决定应该要能支持 你的人生目的 所以你要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你一定要记得 你所有要做的事情 都应该是为了完成 神在你生命中的永恒计划 许多基督徒错过了 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 因为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求问神 是否需要他们到某处做宣教事 所以弟兄姊妹 最成功的人生很简单 他的定义就是活出上帝 对你生命的计划 找到你自己侍奉的定位 这个就是成功的人生 很简单 因为你是为上帝被创造的 就很像这支麦克风 什么样的麦克风是成功的麦克风 请问这支麦克风成不成功 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麦克风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最后面的人都可以听到我讲话的声音 所以这个麦克风就成功了 是吗 这个麦克风如果拿来打人就不成功了吗 是吗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赶快找到上帝对你生命的计划 找到你自己侍奉的定位 然后委身在上帝对你生命的计划当中 好 我简单讲一下 怎么样找到你自己侍奉的定位呢 第一个很简单 你问你自己 你最享受做什么事情 你最关心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会让你里面最有热情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大一样 这个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看到一些很贫穷的人 你就很有感觉 可能神要你做这个部分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这个你想到去国外当宣教士 你里面有热情 可能神就要你做这件事情 所以第一个 你要找到你自己侍奉的定位 很简单 问问你自己 什么事情会让你很有热情 但是问自己还不够 还要问谁 问别人 意思就是不要你自己做一件事情 你很享受 别人很忍受 就不行了 比如说你很享受带敬拜 但是你带敬拜 别人就很忍受 那大概就你就没有这个 带敬拜的这个定位了 好 再来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 其实你要找到你自己侍奉的定位 很简单 你现在就开始在不同的侍奉 侍奉岗位上来侍奉 你的恩赐就会不断发展 我不大相信上帝给你的恩赐是固定的 我认为恩赐是可以求的 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口号说 我们教会不相信忍者多劳 而是相信什么 老者多难 老者多难 你如果是一千两 你觉得我只有一千两的恩赐 你再好好做 上帝就给你再加一千两 你就变两千两 我们教会很多的同工都是这样 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必须要去做那件事情 恩赐就出来 你知道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道的恩赐 以前有讲员邀我 我就问他说你要我做什么 陪灵会 没问题我可以答应 步道 请我给你另外一个电话 请邀杨洁堂牧师去 但是呢我们现在教会常常要步道 感谢主 我觉得我现在反而很喜欢去步道 所以不是忍者多劳 而是什么 老者多难 跟你旁边说 不是忍者多劳 而是老者多难 不是能者多劳 而是老者多难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更精彩 你就要不断的参与侍奉 然后上帝就会把恩赐加给你 好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 你除了问现在 还要问过去 弟兄姐妹 我们过去的经历 包括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的经历 都可以成为你侍奉的支援 来帮我读一下 若你真正渴望被神使用 你必须明白一个真理 你生命中那些令你怨恨或懊悔的经历 那些你想隐藏或忘记的事 都是神要你用来帮助别人的经历 那就是你的事工 感谢上帝 信耶稣有一个很大的好消息 所有你过去的不信 可能反而成为你的资产 这个我们来看 这个我们教会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北印度的宣教师 叫碧玉都密 感谢主他现在已经成为队长了 那你知道吗 他对一种 他对孤儿很有负担 因为他小学四年级 他的爸爸就自杀死掉了 所以他对那个没有人照顾的小孩很有负担 感谢主 所以你过去的不信 反而可以成为你的祝福 那我们这个最近 来我们当中的西缅牧师 你知道他为什么对于 帮助人 医治那个过去的伤害很有负担 因为他 他公开在我们聚会里面讲 他从小就被他的叔叔跟堂哥性侵 所以他曾经得忧郁症 也曾经差一点自杀死掉 所以你看见他过去的不信 现在就变成上帝大大使用他的 一个这个恩赐 所以听众子妹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 你得过忧郁症 可能上帝就是要你服侍这些人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失婚 在婚姻上有很大的痛苦 神要你服侍这样的人 如果你的家有很大的痛苦 神要你使用你服侍这样的人 好 所以第三个 我们服侍的人生 服侍世人的人生 还有按着神的旨意 服侍世人的人生 好我们再读一次 十读新传十三章三十六节 大卫按神的旨意 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 救世了 众子姊妹 基督徒什么时候才能退休啊 终生制的 所以一定要 我发现我们教会 很多人常常说 我大概几岁就要退休了 以前安宁常常被我骂 他说我大概 五十五岁就要退休了 众子姊妹 没有这回事 我们要尽心竭力 做完了才能够退休 众子姊妹 你怎么知道你还没做完呢 对 还没死就还没退休 跟你旁边讲说 因为你还没死 所以你还没退 还没做完 跟他讲一下 现在给大家看 这个一个影片 我们在这里放过了 但是我每次看这个蓬蒙会 他是一个宣教士 二十几岁就到台湾来 已经在台湾六十年 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 这个应该是两年前 所以他现在应该已经九十一岁了 还是很有活力的服事 所以众子姊妹 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年长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这个 不要一天到晚想退休 等退休 来我们看看他的这个 勉励 大家好 我是彭文慧老师 在台湾 教英文 教音乐 还是天天来小伴 你得被想到 有一个人进去打一点 可以做事情吗 当然可以啊 因为我们每一天 我们有相名 我们活桌 就要有意思 我们要坚持 每一天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们 不管你年纪多大 因为很多人讲 我六十多岁 我七十岁 要退休 其实我们基督就知道 圣经里面没有退休 就是往先走 往先走 到最后往上去 就没有退了 不要退了 要加油啊 你还是要天天要做事啊 你看我是八十九岁 对 八十九岁 快九十岁 哎呀 但是不要想着这个 你每一天 你有每一天的恩典 我们的时间都在神的手里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要活多久 就是要活到一个很丰富的 很快乐的一个生命 而且下一代的人 要看到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顾虑他们 有的时候我看到人 七十多岁 他说我七十多岁 不做什么 我说你七十多岁 那么年轻 五八十九岁嘛 加油 所以你还是要加油 不要放弃 要把你的脑子天天要用啊 要把你的时间做有意思的事情 不要聊聊坐在家 很多事情可以做 真的很多 而且你不要想自己 要想着别人 你若是你有心的 有快乐的话 帮助别人的话 你就不要想到你自己怎么样 有时候有一点不舒服啊 那个脚比这个不好啊 不是 那就不要一直想到这个事情啊 你可以做什么 就做什么 加油 顾虑你们 不要放弃 我们这个生命还是要很丰富的 有很快乐的 请真祝福你们每个人 好 跟你旁边讲说 死的时候才退休 用什么 真的 基督徒 真的 你 包括你在病床上 都可以服侍 我最近看到这一个人的见证很感动 大家认识这个人吗 他瘦了很多 这个我们那一代的认识他 叫傅达仁 他的新闻的很有名的一个人 你知道他已经85岁 他70岁 孙岳孙叔叔把福音传给他 然后他这个大概是癌症 所以他就宣告他是安宁病房 因为医生说他只剩下半年 那你知道吗 他就做见证 人生终将一死 主在我心 唯有平安 所以他就开了这个 这个傅达仁 安乐善终 诗书化一斩 感谢主 你看 在安宁病房 都还要在服侍主 所以你看他会感动很多 那一天 这个柯文哲也去参加 因为他是名人 还有这个人是谁 你们看得出来吗 不是我了 我没有那么凸 这个是谁 这个叫吴伯雄 他都做 他就 他致辞的时候就很感动 所以弟兄姊妹 圣经说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贤大 我觉得基督徒 甚至我们 死了以后都还可以继续服侍上帝 我很期待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你的追尸礼拜能够服侍上帝 我们的秀萍姐妹 她过世了 她留下的遗产 三分之一捐给教会 也继续在服侍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追尸礼拜 最喜欢讲的就是 那当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什么 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有一天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说 我已经按神的旨意 服侍了这个世的人 我已经可以睡了 Amen 来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我很喜欢